日前光华村新设置的两间垃圾转运站 迎反村民的反抗 13号县议员黄欣也带领着村民们表达抗议 同时递送陈情书 由县府秘书长饶中来接受陈情 而县议员黄欣表示 如果县府还是不理会 村民们将会发动抗议 来守护村民们的美丽家园 日前光华村通过合法设置小型的垃圾转运站 引发村民们不满 14号上午来到协议会抗议表达不满 光华五街的垃圾场你先跟我讲 怎么解决 要不要牵走 我们现在住这些姐姐 十几年了你都解决不了 我们中华民国一百多年了 吓死人了 我不是激动 是我们被你们欺负到有个可恶 你去我们家住看看 我们现在我去刚才讲 讲讲十几年了 预议会我来过两三次 县长签名时间我有两次 从傅昆景县长到 徐政会县长 谁帮我们光华村姐姐 你们坐在那边批一批 谁便就让人家进来 你们是村民我们不是人民 县言黄鑫表示 虽然两家公司申请合法 不需要还品 但是还是会影响到 村民的环境生活品质 垃圾场的一个设置 民间垃圾场 老百姓生活垃圾的部分 相公所会收 但是私人产业的部分 包括饭店 餐饮业等等 那些是不会去收的 不会去收就私人去收 私人去收的时候 他们也必须要想办法去运转 去做 但是他和县政府和了两场 在吉安市 我们相信没有办法承受的重 他们会早上来做澄清 跟抗疫 那我是认为 既然台女改天要去运转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些相关的设施的部分 就集中在台女去烧就好了 产业去处置就好了 不希望再另外去设很多的垃圾场 因为它一定会影响到地方的生活 跟地方的土地的经济效益 毕竟那是零二 零二跟有零币效应的一个设施 这是我们大概先政府 他如果他认为 我是觉得他在和建造之前 应该看地方开说明会 让乡亲的意见表达 建造已经和给他两张 为什么两张呢 我就搞不大懂 一场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很多东西可能 民间他认为 政府的审查很麻烦 我尽量小一点 他审查不会这么严格 就规避完评 对对 所以我今天问他们 那你明天是不是第三个 第四个 你都需要和 依法你需要和 那老百姓怎么办呢 那整条街市变成垃圾街市吗 现任黄鑫表示 台内公司 一直在明年六月市营运 将会解决地方垃圾处理的问题 不需要再设置小型的垃圾转移站 也希望现在服务能够做好把关的工作 不要再增加其他的垃圾转移站 再设置在吉安乡 记得订阅欢迎欢迎收到